哈嘍大家好我是巴九 在我旁邊這一位啊是這個陳大人 吉品官 宜品官 宜品官大清的陳大人 對 今天7月1號是個很特別的日子 7月1號什麼日子呢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共產黨黨慶102週年 所以我們今天要去中共國的舊金山領事館抗議 因為畢竟你不承認這個國家對不對 對我們不承認 你不承認你也不承認我的國家對不對 對 都是漢獨分 因為我們應該是大清 對我們都是大清 今天應該會很多人到舊金山 或者是洛杉磯的大使或者領事館抗議 所以我們今天要去現場看看 那說不定中國大使很慫啊 那不在現場 沒關係 我們先去再看嘴辦 我跟你講你們這群漢獨分子 還不趕緊回歸大清 我大清秋海棠也版圖 豈能容得下你們這些亂臣賊子 你這是在污衊朝廷 那我也算嗎 你也算 當然算 走走跟我去那個大清網清辦 你又要去網清辦 大清網清辦 走走走 這是什麼叫鬼地方啊 中華人民 他什麼鳥地方啊 中華人民共和國 天天烏騰我台灣 那你幹嘛的 你幹嘛的 我來 你們中國大使館抗議啦 你中國大使是不是 誰跟你中國大使 你這XX是中國大使 你再敢講中國大使一遍 你再敢這麼講 你再敢這麼講 我大清的 大清網了 你再敢這麼講 大清網了 你再敢這麼講 大清網了 你哪裡人啊 台灣人啊 台灣人 哦 劉明傳後人是吧 啊對 大清台灣省 大清台灣省 這是我的國家 中華民國台灣啊 原來是勾結孫文等亂黨分子 孫文 孫文都出來了 所以你不承認中華民國 我們不承認 那你也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對 我是大清的 大清版圖比較大是不是 啊對 大清秋海唐葉 你看你就是漢奸 你就分裂大清 你看 我是漢奸 我是麥克風 你為什麼要來美國 因為這邊 舊金山自古以來是我們 大清生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舊金山為什麼是大清的一部分 哎 因為我問你 這個我們舊金山的洋文叫什麼 舊金山的洋文 San Francisco 啊對啊 你看講到了重點三番 康熙大帝以前平定了三番之亂 吳三桂發起的 因為吳三桂他是我們大清的人 我們認為他是一定是大清的人 但是他不想做 所以說我們平定了這場之亂之後 這個地方自古以來 當然就屬於我們了 吳三桂從雲南跑來 San Francisco 還有反 反正反正我們一樣的名字嘛 一樣的名字 舊金山也有來過就對了 啊對 都來了 他們都來過 所以康熙也來過 都來過 你竟敢質疑我們大清 走 跟我們去大清網行辦 大清皇上都亡了 你再跟講大清皇上完了 大清皇上是誰 愛心絕羅近平 他哪誰啊 慶豐大帝還不趕緊下跪 好 我下跪 趕緊對齊豐大帝還跪 這怎麼跪怎麼跪 來 三百九塊 三百九塊要對哪 來 先把袖子打一下 這樣這樣 然後呢 然後單腳跪下 另外一隻腳再跪下 這樣這樣這樣 對對對 磕頭啊 磕頭 對對對 謝主隆啊 萬歲萬歲萬歲 我他媽是拼命中國人 該死啊我 講了講了 我跟你講啊 按照原本大清的法律 是是是 大清的規定 你是要殺頭的 因為你沒有辮子 你沒有辮子 而且你侮辱我們的皇上 但是今天看在愛情絕路近平 他我們的清風大帝 我們最新的那個清靈走 土一致後是他 對 現在是他 反正你不要管那麼多 是是 對對對 那我可以走了嗎 走走走 謝大神 我看你啊 就是沒有見過世面 我們大清那麼強大 那麼偉大 渣渣渣 對 這這個人要丟了是吧 趕緊丟 趕緊 破東西 趕緊走走走 渣 這什麼國旗啊 是中國人嗎 怎麼放一個中華民國國旗啊 媽 都死台獨份子 氣死了 哎哎哎哎哎哎 去哪邊 通報文書給我看一下 這是護照 我是大清朝廷的官員 我們不認你這個 你看我爸當官的 我這是中華人民共國 英公護照 我們不認你這個中華人民共國 你是漢獨 你是中獨 我是李鴻章的後代 我一品大純 大家都是中國人呢 現在是愛心絕樓敬平 我們不承認中國人 我們是大清的 你不是中國人 什麼大清我穿越了嗎 沒有辮子 走跟我去網信辦去 幹嘛 大清網信辦 不要 大清的網信辦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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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信辦算了還是算了 兄弟 我看你肯定是沒見過市面是吧 來 有啊好 老子少你兩塊 兩塊雕名幣 大清雕名幣 大清雕名幣 鏡頭看一下 我靠 真的是大清雕名幣 趕快跟皇上 對大清的法律下跪 三拜九寇 快現在開始 來我跟你一試一下 跟我一起來 可以可以 趕緊先下跪 先下跪 向大清一拜 不是不是 你錯了你錯了 是這樣 哎呦 還這樣啊 啊對 哇那美國警察來了 怕什麼 你看這個這個慫 慫是啥樣了 你看看他 誰那小子那麼慫 你看我們大清 打遍全世界 人家八國列軍 哪怕八百國列軍 我們都不怕 這個你認 這個是孫文亂党 他們的護照 不行 你看我們大清的坐下來了 這個馬車怎麼樣 不錯不錯 剛剛看我們前面演完的小短劇 今天就金山 沒有人抗議 中國領事館也沒有人 大家都去洛杉磯的吧 洛杉磯可能是一個比較大 大家就是反攻人會去那邊 那可能這個洛杉磯大使館的人 不夠可能從 舊金山那邊調過來支援 所以舊金山今天也是空城 唱空城記 空城記 對 哎呀 對啊 那我們來講一下為什麼會有這個想法 你為什麼想要辦這個大清的人去抗議 嗯就諷刺一下小粉 就第一點是那個他們就講台灣人都是台獨啊 不管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都是漢獨分子 因為我們從大清獨立 哎 對 大清獨立 我們是亂成賊 對 都是亂成賊 對 所以就是小粉紅常常說還有中共常說 自古以來神聖不可分割 對 那我們應該要回歸大清 共產黨你為什麼不敢去收復海參崴 那都是我們大清的 哦 對哦 那個那個以前是大清皇室的版圖 你還敢講說既成我們大清正統 首先我們不認你這一點 啊 不認 我們還是要講回正經的 那身為你身為中國人你怎麼看這個黨 就共產黨它就一個黨 其他美國全世界還有其他國家都有黨 各種黨都有 但他們不會說 每年都要搞個這種什麼什麼慶祝活動啊 或是大量的宣傳 你在美國你看不到什麼 哎 民主黨建黨多少周年大力宣傳 共和黨建國那個建黨多少年大力宣傳 台灣也不會不會有那個 民進黨 民進黨 當然國民黨以前以前會有 但現在民主化之後也不會有了 因為他們是每逢05會辦得很盛大 對吧 那現在這個是02年 所以可能就比較小 稍微小一點 但是那個他還會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各種宣傳 對 我們講回這個近年來最盛大的是 前兩年的 對100周年 哇那個真的是 戰機坦克都出來了 對 那現在就有一個問題是 他只是這個國家的執政黨 那這些都是國家 都是人民的納稅 都是人民的東西 怎麼一個黨可以用人民的東西 去為他慶祝呢 對啊 這很不合理吧 這很不合理 就跟大清啊就是說 就愛心絕落家族的 哪一個人就不管是皇上 或者說什麼 皇室 對皇室成員如果說過生日過大壽 都要說那個舉國慶祝 或者說至少是北京那一整個城市 那種範圍內的慶祝 就是說這就很扯 就是以前大清是為了一個家族 人民是為了一個家族慶生 就愛心絕落家族 對 現在是為了這個整個黨的家族 整個黨對 火燒圓明園 但其實講真的 圓明園都是趙家人的東西 而且圓明園這一點 我還要補充一個歷屬姿勢 其實就是在 之前的時候 為什麼英法聯軍要收到圓明園呢 因為原本是我記得 沒錯的話應該是有39個 還是29個忘了 英國跟法國他們的外交官 和他們的那個使團的人員 被大清就 給非法扣下來 就隨便扣押了 結果就還回來人的時候 就是死掉了19個人 跟法國他們就為了那個報復 就是說他們就專門 挑選了這個地方 因為就這個地方他只是 政府 他是皇室 對他政府單位的就是說 政府人員的那個 他們的一些私有財產 所以說 在當時那個英法聯軍 就更重要的重點是 當時英法聯軍 他們在燒這個地方的時候 很多中國人也參與 大清 對很多大清的人也參與了 對 很多大清的人也跟著燒 或是跟著搶 對 也是有的 對 那我覺得比較好玩的就是說 就是現在小粉紅會說 這個英法聯軍 什麼八國聯軍 就是去打紫禁城 或者是去搶這個圓明園 那個是當時的趙家人 當時的百姓 舉國歡慶 還幫忙對吧 因為原因很簡單 就平時的話 就 欺負 官府都要欺負老百姓 然後都在搶老百姓財產 然後官府沒有就是說 沒有付出任何的 也沒有賠償給百姓 然後這個時候看到有其他人 來教訓官府了 大家都是很高興啊 很爽 還幫忙送那個 那個雲梯 梯子 打北京 像現在你知道那個 現在中國很多 共產黨就是在那個抖音上 他問中國人講說 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 發動戰爭 對發動或者是進行任何戰爭 對吧 你願意參與戰爭嗎 下面的人都講 我堅定不移的和敵人 敵方陣營站在一起 大家都這麼講 因為像大清以前就發生這個 甚至還有東南互保 對 所以我問一個比較 核心的問題 那中共假使啊 中共自己白癡做死 然後可能去打日本打美國 然後美日聯軍 甚至台灣加入去反攻回去 嗯 中國人民會奮勇抵抗 還是會幫助當代陸黨 肯定是幫代陸 就不用講其他了 就是日本人當天打進來的時候 就是那個 中國人狂邪軍的數量 比日軍還多 這個問題啊 就是說是 首先我們 你知道中國的這個行恩管制嗎 對吧 就是我們在這個 裡面上能看到的呢 就是都是一種就是一定要保衛祖國啊 要允許費勇參軍啊 要這樣 可是呢 就是說在這個審查之外的一些 就是比如說有些像知貨啊 像網易啊 這相對來說在中國就審查根本沒有那麼嚴厲的平台 你會看到很多呢 就是說這種 就是比如說我不想打仗 甚至就是我要當代陸黨的言論 其實在10年15年前 就是習近平上台以前啊 就是那個當時中國互聯網管制沒有這麼嚴的 之後那個時候 我們有個詞語叫代陸黨 比如說這個美軍來了我代陸 這個皇軍來了我納粮 就類似於這樣的這樣的段子 就大家其實是公開在講這個事情 那就是說是 就我覺得第一點呢 就是說如果真的有幾國聯軍打過來的話 共產黨肯定會綁架所有的中國人上這個戰車 然後呢 要去就是抵抗八國聯軍 然後肯定要仇恨教育 就跟當年的這個就是二戰時期的日本比較類似吧 但是呢 就是從這個人心向的講度來說呢 就是 厭戰的反戰的 甚至呢就當代陸黨的人肯定是會有很多 所以這個呢 就是說就是一個實際了 就是 所以共產黨他其實現在他也不敢真的去開戰 他 他或許他自己也知道了 就他如果跟真的跟台湾打仗 或者真的跟八國聯軍打仗 其實他會很慘大部分中國人可能跟當年大清的老百姓一樣 就是這就是當時的一個我忘了是誰講的了 就叫這句話就很經典叫做 國不只有民 而民的亦不只有國 那我們可以請陶公先退下了 陶公您歇著 好吧 先退下了 先退下 很多小粉紅他們很喜歡講說 中國我們不要鬧 我們就這樣有那個會破壞穩定 對吧 我就講如果中國人不鬧 這個你們今天還有這個辮子呢 我就講 你們鬧什麼鬧 鬧什麼鬧 就是你們說你們當初推翻大清是要什麼 要推翻獨裁 要推翻機 對 你推翻他幹什麼 你們現在跟大清有區別 就是什麼 雖然說 插了這條辮子而已 頭上的辮子剪掉 在心裡 對 思想上的辮子還沒有剪掉 懂不懂 這個辮子在李銀的手上 鐵鏈女 小花美小蝴蝶隨便 他就在手上 對啊 大清好歹不管怎樣 就雖然說後來那個改革失敗的吧 大清好歹做出過政治改革 共產黨是一點都沒有 我大清GDP世界第一 至少還保持了兩百年 贏美國贏英國贏法國 對啊我們都贏了 你這麼想 我們在大清在那個1900年代以前 我們大清GDP世界第一 這個數據自從那個順之地年間開始 有一直維持 但是這個是總GDP嗎 總GDP 那人均會不會很少 好啦說人均就不好意思 中國強調的是集中集中集中 對對對 中國牛逼 好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 因為我不希望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九 下次見啦 掰掰